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生命 犹如密葬 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重要的 下面的那一章 说明地藏王古上的慈悲心 他的愿力对于众生的关怀 就像什么 像大地洋那样获盗 他的心地是含藏了 无穷无尽的功德保障 因此成为地藏菩萨 在这个地方教我们修行什么 地藏王 菩萨 教我们什么修呢 教我们你的心地要像大地一样那么厚道 你看 上一次不是做了一个比喻了吗 比喻什么 你看大地 你怎么样对待他 他对我们有没有排斥 从来没有排斥 不但对我们没有排斥 所攻击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你看我们众生 所吃下去的 到我们肚子里面的 所采用的 在地球里面都是最好的 排出去的是什么呢 排出去是最肮脏的 大地有没有排斥我们 他说不可以 有没有 大地有没有跟你说不可以 没有啊 大地从来没有排斥我们 排斥我们 不但没有排斥我们 帮助我们回收 又帮助我们消化 说明什么呢 说明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里面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遇到让我们很烦恼 让我们很痛苦 让我们很压力 让我们也很忧虑 你要想一想大地那样 人家怎么批评我们 侮辱我们 毁谤我们 生气来伤害我们 你赶快想一想 大地那样的厚道 不但他们又排斥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说回收 能够帮助我们消化 换句话说 你能够把这一些 逆境当中 回收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你就是地藏龙菩萨了 这样的精神 我们值不值得来学习 要学习这种精神 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的业障太多了 障碍太多了 我们的喜气太重了 我们的烦恼太重了 你没有用这种的精神 来帮助我们 你怎么能够化除我们的烦恼呢 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用这种的慈悲 用这种愿力 你怎么能够帮助 启发我们的菩提心呢 我们学佛的人很多 在这个地方都是忽略而不知道 今天你能够学习 这一位菩萨的精神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学习 这一菩萨的精神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这个名号 是通号的 一切菩萨 一切众生 只要具备地藏菩萨 这一种的愿力 都可以称为地藏王菩萨 不须像是特别人的 都可以称为地藏菩萨 都可以称为地藏菩萨 太太太小了 就会有很多